小李之前租住在萧山人民路上的和风商务楼 合同到期后没有续租 搬家时把一抽屉的内衣给落下了 等回去找已经没有了 小李姑娘是做美甲的 指甲一年未剪 有将近五厘米长 一头绣发养了十四年 有一米三的长度 说起丢失衣物的过程 小李控制不了情绪了 因为人也很累也很热 就是出汗 我说那么洗个澡 洗澡的时候我就想到了 我就一抽屉的衣服 一抽屉的那种失眠衣服在里面 我就跟他打电话 我说中间 我说我还是忘了一抽屉的衣服在里面 姑娘告诉记者 房子26号到期 她在25号就收拾了房间搬了出去 然而有一抽屉的内衣 内裤 袜子等的东西 落在了房间的一个抽屉里 五个内衣 在就是四对 就是那种穿 穿露尖的那种水晶尖带 纯手工的那种 珠子穿的 纯手工的四对 都是用盒子 用东西包好了的 那么一对都得要两三百块钱 那一格都没有人 还有几双新 没有拆包装的可能 三双左右的袜子 小李是当天下午一点多班的家 发现东西没有带过来的时候 是下午四点多 不过小李从中间那里得知 这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内 房间已经被打扫过了 这一抽屉的东西 已经被扔掉了 会不会我就觉得 这个时候 我说他说扔到垃圾桶里了 我就在四楼的垃圾桶里面 发了个便 你知道 我就找到 找到两条 找到两条内裤 别的东西 一概都没有找到 如果你扔了 为什么我都找不到呢 什么 这个时候你现在就去问我老婆 不要拍照了 你跟你老婆联系一下 大哥好吗 你自己跟他联系 我们在讨价 我们为了这个事情 已经在讨价了 新城中介是一家夫妻店 记者联系上了 瞿大哥的妻子 朱大姐 朱大姐说了 她看到这包东西 就直接扔掉了 因为生着小李的气 在此之前 姑娘的出租房里 有一个玻璃柜 小李答应卖给她 但最终却私自处理掉了 为什么我生气 他们里面有个柜子的 小李找到信城中介 要索赔损失 虽然店主夫妻俩在吵架 但是针对赔偿 说法倒是挺一致 小李告诉记者 他会向市场监管部门 申请介入处理此事 优宝 黄剑 记者报道 我们下答应 请 第一个人